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是持续的收高 道具重新站上了25000点的整数关卡 然而中美关系的紧重升级 投资人此时又该如何解读 而现阶段有哪一些关盘重点 值得投资人要特别留意的呢 今天节目当中再度邀请到的是 圣安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电话专访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 再度邀请到的是 圣安集团首席执行官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解读一下 进行美股的走势 邱姨你好 主持人你好 本周美股呢 在经济重启 还有疫苗发展顺利的好消息 激励去下表现是比较正面强劲的 您怎么看待这一波的上升走势 那当前的经济活动还是比较疲软的 最近呢 美股是出现了快速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认为是比较非理性的 也可以说基本上呢 和经济的基本面是出现了脱离的情况 那大家对于疫苗的预期也是非常的高 那一般来说 药物和疫苗呢 是需要通过三期的实验 那在经过了审批和批量生产等环节之后 才能进入到市场 用到这个普通民众的身上 所以呢 至少还是要六到九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实现这个普遍应用的一个程度 那对于经济的重启呢 我们的态度也是比较谨慎 因为现在全球还没有真正的经历 第二波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复发 那所以一定要谨慎 那现在呢 很多的科技公司都宣布说 至少要远程工作到今年的十月份 或者是今年的年底 那甚至有一些像推特这种公司呢 也说会永久性的长期的去远程的工作 那所以呢 这对于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甚至于今年四季度的GDP和经济的恢复 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对于传统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餐饮和线下的零售 短期之内仍然是不乐观 因为社交距离和其他的防疫措施的要求 都会很大程度的影响这些企业的盈利 是的 投资人似乎挺乐观的 但是在好消息之下 当然还是有一些潜在的隐忧 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 就是华尔街挺担忧的 除了华为禁令 中美贸易 还有的商量问题呢 都让人担心中美之间的紧张会升温 这对股市又会产生多大的冲击 是的 当前的地缘政治呢 确实给美股以及美国的经济 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贸易战确实是会给美股市场带来冲击 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企业和板块 比如说芯片等等 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这周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科技股出现了 终止这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那这对于整体大盘呢 影响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周三的盘中 那科技股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直接导致整体的大盘开始往下走 那今年三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呢 大盘的快速反弹 也主要是科技股在拉动 所以如果贸易战影响到科技股 让科技板块失去这个上涨的动力 再加上现在其他的板块表现都比较疲软 那这一定会影响大盘的走势和普遍民众的信心 另外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参与员在上中通过了企业监督法案 对于这个中概 还有就是来美即将上市IPO的中国企业可能会产生影响 您怎么解读这个法案如果真的一旦通过的话 对于市场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是的 参议院和SEC的一些做法呢 是会对中概股上市产生一些影响 那纳斯达克在前几天也向SEC递交了提案 是关于提高海外公司上市的一个标准 那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一条呢 就是融资额要在2500万元以上 那或者是在挂牌之后呢 达到这个市值的四分之一这么多的融资额 那这个提案呢还没有最终的确定 但是纳斯达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这对于想赴美上市的小型企业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这些企业呢之后 如果真的遇到阻力 就可能选择港股或者其他的资本市场了 那如果小型企业赴美上市 真的受到阻拦 这对于大型的优质的公司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因为投资者的资金呢 会更加集中在这些大型的这种公司和股票上面 所以大公司也会享受到溢价带来的一些好处 那像前两周京东和拼多多都分别发布了他们一几度的财报 业绩呢都是不错的 所以他们的股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这说明投资者还是很注重公司的本质 所以对于业绩好的这些机油股呢 依然是会受到这个美股市场的追捧 那普遍来看现在股市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科技股呢最近也出现了一些资金的流出 那这两天看到之前下跌严重的板块呢开始反弹 比如说银行和一些邮轮股 可能是有一些资金流入去抄底 但我们对于这两个板块还是非常谨慎的态度 因为之前呢这个银行呢 比如说金融公司以及一些邮轮和航空股呢 都出现了这个非常大程度的这种下跌 包括巴菲特老先生也纷纷的在这个清仓 一些航空股以及抛售一些银行股 那这类公司呢确实在短期之内都很难把业务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那主要呢比如说银行是受到当前的一个这个灵犀政策 以及经济形势的影响 那航空和邮轮呢 他们主要是公司的这个债务和借款呢都非常的重 所以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算盈利了 也要拿这个这个营业额拿赚到的钱去还债 还款 所以对于股东来讲呢 这都是比较不利的 那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这个投资的一个回报 那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 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这几类公司的业务情况 再去定夺是否要投资他们 那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医药板块呢 最近市场对于疫苗的关注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呢很可能推动医药公司的上涨 但是这些公司呢也会出现超涨的情况 在利空消息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所以呢也是有一些风险 那如果大家想要投资这个医药板块 主要是研发这个特效药和疫苗的公司呢 还是要谨慎看一下公司的这个估值 如果是价格比较低比较合理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的 邱英表示啊 对于近期美股上升走势 他认为是非理性 而且跟经济的基本面是脱钩的行为 因为他认为呢 这个疫情本身人有许多的不确定性 对于经济层面的影响 有很多部分都尚未浮现 因此投资人应该要尽胜一对 另外呢 近期一连串中美关系计划的发展 他也表示呢 势必会对于美股造成冲击 会增加美股市场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此情况之下 他建议投资人不要轻易的去抄底一些 之前跌生的族群 像是银行 航空 邮轮 类国 这样风险可能会偏大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您做个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便宜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